同学们 刚刚我们学习了这篇课文的生词 下面我们来学习这篇课文的语发点 第一个语发点 为了 在这篇课文中 小宇说 为了学好汉语 我每周都会看中国电影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这是图书馆 小明想提高成绩 他经常去图书馆 我们可以说 为了提高成绩 小明经常去图书馆 第二个语发点 概述表示法 可以分为以下两种 第一个 大概 之前我们学习过差不多 表示不确定的数字 今天我们来学习 大概 前面学习了 这里有15个苹果 我们可以说 这里大概有10个苹果 第二种 两个数字连用 请看这张图片 这里有一个小男孩 我们不确定 这个小男孩是5岁还是6岁 那么我们可以说 这个小男孩 5 6岁 请看下一张图片 在这张图中 有20到30个小朋友 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个小朋友 我们可以说 这张图中有20 30个小朋友 第三个语发点 程度补语 下面来看 一组句子 请看 左边这一列 我很累 外面很冷 他们今天很忙 右边这一列 我累得很 外面冷极了 他们今天忙死了 那么 左边和右边的句子是一样的意思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构 形容词加得很 急了 死了 表示程度深 再来看一组句子 这个游戏孩子们很喜欢 这个游戏孩子们喜欢极了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构 爱 喜欢 加上得很 急了 死了 表示你特别喜欢一个东西 第四个语发点 越什么 越什么 大家请看这两张图 苹果的颜色出现变化 同学们 我们看 这个苹果它变红了 我们可以说什么呢 我们可以说 这个苹果越变越红了 再来看这张图 左边的这棵树很小 右边的这棵树很大 那么我们可以说 这棵树越长越大了 第五个语发点 对什么来说 大卫小时候学过游泳 他会游泳 我们可以说 对他来说 游泳很简单 小明在中国生活了五年了 生活了很久 我们可以说 对他来说 学习汉语不难 本次课程到此结束 同学们 下次再见